美国史丹佛大学 这个研究跟台湾人有关 而且让大家吓一跳 对 他这个告诉我们说 台湾很多人有酒精不耐症 然后又爱喝酒 超过10万以上 所以你要了解什么叫做酒精不耐症 酒精不耐症就是指说 我们身体在代谢酒精的时候 要靠一个酵素叫做ALDH2 就是所谓的乙醇去氢酶 大家都知道酒精是乙醇 乙醇进去之后变成乙醇 乙醇再被代谢成乙酸 这个ALDH2就是所谓的乙醇去氢酶 要代谢乙醇这个烂东西的 因为这个东西就是 我们常常讲的致癌物 可是台湾人刚刚好 缺乏这个酵素的人 竟然高达47%的人 所以两个台湾人就有一个人 可能缺乏这个酵素 当你缺乏这个酵素的时候 你喝酒会积成乙醇会积很久 所以退宁的影响就非常非常大 可是台湾人很怪 越不能喝酒就越爱喝 而且你看 鼻患烧化道跟上呼吸道 癌的风险比一般人高 比一般人高出50到100倍 这我不太恐怖了 另外还有失智 为什么 因为酒精本来就是一个 中枢神经的抑制剂 所以喝酒之后 酒之后还会变成 麻烦麻烦的就会这样子 所以台湾人其实两个里面 就有一个缺乏这个酵素 又爱喝 又爱喝 超级大 然后治癌几率比其他国家人高 50到100倍 到底我们有没有缺乏呢 观众朋友 你刚刚应该也贴了这个ok棒 我们现在要撕下来看看 答案就在里面了 我们先从前一来看 前一撕下来 这样算是 应该红了吧 它有红 它有红 黑好 来 翠芬你呢 我还好 翠芬是白的 可是我刚刚刺刺的 但我还好 我的也是白的 就是没有特别红 但我刚刚也有刺刺的感觉 但至少没有显现出红 我也是白的 我也是白的 嘉医师是白的 我白的很合理 我也是白的 也是白的 好 这到底代表什么意思 我的结果非常合理 因为我曾经是做过基因检测的人 我并没有缺乏这个酵素 为什么这个原理是什么你知道吗 刚才不是有讲环境中的有一些细菌 其实它本身就有乙醇去青霉 它本来就可以把乙酸变成 就是可以把乙醇代谢掉 就是我们的一些细菌有没有 我们常常讲说酒精喝下去 是乙醇 对不对 可是肝脏里面会把它变成乙醇 再把它变成乙酸 可是我们缺乏这个酶 没有办法把乙醇变成乙酸 你在想那是跟这个有什么关系 酒精贴在这有什么关系 因为环境中的细菌 就可以把你喝下去的酒变成乙醇了 细菌就可以了 所以你贴在这边的时候 这边刚刚不是有喷酒精在上面吗 这自然会累积一些乙醇在上面 可是如果你有这个酶的人 我们这个细胞里面有这个酶的人 他会自然把它代谢掉 就不会刺激到你的皮肤 就不会变红 所以我那时候去做基因检测的时候 我说我这个酶是没有缺乏的 所以我贴下去是不会变红的 像潜益 他说他喝酒就会酶 我喝酒就会脸红 代表他就是缺这个酶 他就是酒精不耐的人 所以我喝之前我一定会先吃中药 我才会喝这个酶 所以其实一般来讲的话 你要测自己酒精不耐症 大概就有两个方法 因为不是每个人都会去医院 你会测这个基因检测 大概两三千块 第一个就是用这个方法 你贴一连酒然后贴在上面 二十分钟的如果有变红 代表其实你不是那么能喝酒 你可能有酒精不耐症 这准确率大概有七成 另外一个就是实测法 你直接一罐酒喝下去 如果你会头晕脸红的话 你就是酒精不耐症 所以我们看到很多人喝一点酒 脸就红 像红面观光 他就是缺乏这个酵素 喝几杯就超红 所以前一最好的解释 他就是缺乏这个酶 所以他喝酒马上脸红 马上是可以红 吴医师 那我也去测过这ALDH2 我也是有这个酵素 所以我们毕竟是没有问题的 那我们有这个酵素的人 就可以喝多一点 没有那个酵素的人 要喝早一点是这意思吗 也不是 因为酒精 其实酒精本身 就是一个毒性物质的 它其实不只伤害 我们的肝脏而已 对于中速神经的一个影响 还有骨髓的一个影响 对于造血功能 本来它就有各种 各个部位都有影响的 那其他的有一些 像脂肪肝 这一类的这些变化 是跟酒精的量 累积有关系的 这不是很美举 所以也就是说 在喝酒的这个过程当中 大家其实应该是要想 去享受它的美好 而不要去感受到它的副作用 而且如果你喝了酒会红 代表或者你做的测试会红 代表你缺ALDH2这个酵素 每天喝两杯红酒 其实你离癌的几率 就比别人高很多 其实你每天大约喝多少 每天喝多少 以前去比如要做生意 现在自己就很少很少 以前在做生意的时候 变成说要喝比较多 所以我刚才提到 我都先吃中药 我会先吃 那你保险买了没 保险我有买 但是因为我为什么 吃中药那个我有测过 就我自己 我是喝葛根 先喝葛根汤 葛根汤是护甘保在中医里面 你喝完吐出来测 那个酒气是真的会降 而且会比较不会那么醉 因为我自己就知道我会脸红 一定就是有这个问题 好 但不管如何 像你就是缺ALDH2酵素的人 很多人亲朋好友都有这个状况 提醒他们 他们喝的酒的量 我们刚刚说一般正常人喝的酒 一瓶500cc的啤酒 这已经是极限了 他们是不是要再降低一点 我建议是还是适当的去调整 因为我们其实我们酒 比如说我们一般人在喝酒 是有应酬才喝 也不会天天喝 我们刚刚讲的就是说每天 你每天喝500cc的啤酒 OK 你每天 但是你如果是说 酒酒一个礼拜才喝半瓶红酒 这样其实就统计这样平均的量 应该还是OK 没有问题的 也就是如果每天刺激 以及高浓度的酒 还有喝得快跟猛的话 这个是最大 大家最担心的 好 这样也是很多人说酒 酒量可以训练 你怎么看 半对半错 为什么酒量可以训练 因为这个基因的活性 是可以被改变的 所以你常常在喝酒的话 你基因的活性表情 会稍微高一点点 但是我要讲高的有限 而且大部分酒量可以训练 是因为你对乙泉这个东西 慢慢的适应了 它的不舒服感慢慢的适应了 其实还是在伤害 只是你没有觉得那么不舒服而已 你没有觉得头晕嗓吐 但是它的伤害还是在你的身体里头 所以我们还是提醒大家 尽量不要喝酒 除非真的有必要的话 吃一点东西垫垫肚子吧 另外喝汤或者喝茶 不要太高温 刚看到了 60度以上的话 其实致癌戒律会高很多 所以饮食上 大家要特别注意了 健康2.0下次见 拜拜 喜欢健康2.0吗 一定是非常喜欢的吧 那么请大家在健康2.0的YouTube上面 订阅 按赞 分享 还有开启小铃铛 我们随时有最新的健康信息 你就可以接收到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